金包铜骗走253亿武汉金黄诈骗案细节曝光 5月28日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对武汉金黄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汉金黄 武汉金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博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及贾智洪等18名被告人合同诈骗 骗取贷款 违法发放贷款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职务侵占 假冒注册商标一案依法公开宣判 对被告人 武汉金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原法定代表人 实控人贾智洪以合同诈骗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述罪并罚 判处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三年二个月至十二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及相应财产刑 对被告单位武汉金黄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金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博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判处相应罚金 当日 武汉市中院短短两段话 为这起令人责舌的诈骗案 暂时画上了句号 但武汉市中院并未对案件细节部分 进行披露 近日 澎湃新闻采访了参加过两次庭审的相关人士 其根据公诉机关起诉书 现场辩论等情况 还原了武汉金黄诈骗案的部分系列 庭审信息显示 截至2020年6月 武汉金黄载库假黄金 共计105.77吨 通过假黄金质押担保等方案 先后骗取 恒丰银行 烟台环山路支行等 15家金融机构 或单位财务 共计253.45亿元 其中骗取金融机构贷款247.55亿元 截至2020年6月 共计146.28亿未归还 其中金融机构损失141.47亿元 制造 假原料客上黄金交易所编号 武汉金黄用假黄金质押担保 首先就要有假黄金 庭审信息显示 在贾志宏武汉金黄董事长 涉嫌骗取贷款罪 2020年9月8日被刑拘黄毅金黄集团董事长助理 涉嫌骗取贷款罪 2020年8月5日被刑拘王骏武汉金黄总经理 涉嫌骗取贷款罪 2020年8月5日被刑拘胡桥武汉金黄财务总监 涉嫌骗取贷款罪 2020年9月8日被刑拘受益下 武汉金黄销售部经理钱磊涉嫌骗取贷款罪 职务侵占 2020年9月8日被刑拘负责采购 定制假黄金 据一位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 武汉金黄的假黄金是从深圳采购的 就是表面有金 里面为同 一般的质朴仪是检测不出的 如果要检测 只能每块从中间切开 所以检测成本很高 而且不可能每块去检测 这就给造假提供了很大空间 在国内每隔几年就会发生这样的假黄金质押案 像武汉金黄去深圳采购假黄金的人都能吃一千多万元的回扣 你想想这里有多大的利润会让人去冒险 庭审信息显示 钱磊在2015年至2019年间 利用负责采购假黄金的职务之变 采取虚增价格方式 多次骗取武汉金黄资金一千四百余万 案发后 退出违法所得八百万元 钱磊因此被告职务侵占 在钱磊采购假黄金后 武汉金黄投资部经理徐政权 涉嫌骗取贷款罪 2020年11月23日 被刑拘向钱磊及财务人员提供上海黄金交易所 黄金原料样式及编号 用于刻印在假黄金表面 以及制作虚假黄金出库单 武汉金黄还是买了不少真黄金 庭审信息显示 其诈骗的资金利有27.73亿元 转给了上海黄金交易所 调包 送减时用真金替换假金 在假黄金入库后 武汉金黄车间收发部主管 迪凤群负责真假黄金配重 收发 武汉金黄车间厂长张如松 涉嫌骗取贷款罪 2020年8月5日被刑拘 导摩部主管宋高峰 涉嫌骗取贷款罪 2020年8月5日被刑拘 在黄金抽检熔链环节 进行真假黄金吊包 张如松负责现场 假黄金监测和吊包 现场质押黄金的熔链监测设项 吊包黄金的过程故意不录像 其与宋高峰 敌凤群 唐杰组成黄金检测团队 完成质押假黄金的送检检测 质押假黄金分为两种方式吊包 之后再由武汉金黄财务部 结算员唐某负责假黄金保管及登记 在黄金光谱检测环节 调整光谱检测仪 出具虚假报告 此外 保险公司也在造假环节 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武汉金黄质押黄金骗取贷款 之所以能成功 是因为其采用黄金加保单模式 在操作流程上 武汉金黄将质押黄金存放在银行保管箱内 但保管箱的钥匙和密码 由信托机构来掌握 因此武汉金黄提出 所有黄金质押物必须向保险公司投保 这才有了保险公司 对质押黄金的重量 质量进行承保的方法 庭审信息显示 保险人员施委涉嫌骗取贷款罪 负责促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人保武汉分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地保险湖北分公司 在保险单中增设对质押黄金质量 重量进行承保的特别条款 并现场指挥黄金质押 从中获取保险用金共计2800万元 而人保方面人员则直接参与其中 原中国人保武汉市东西湖之公司 总经理邹大春系贾志宏妹夫 涉嫌骗取贷款罪 明知武汉金黄用假黄金质押担保 仍同意继续为该单位 办理附有特别条款的财产险承保手续 促使其顺利骗取贷款 庭上介绍称 邹大春为保险中介人员施委 印制人保武汉市东西湖公司的名片 并安排东西湖公司人员组成金黄业务团队 听从市委安排进行相关工作 庭审信息显示 武汉金黄质押在银行保险库的假黄金 共计105.77521吨经鉴定 均为铜合金 15家金融机构被骗 横峰银行放贷超65亿元 庭审信息还显示 截至2020年6月8日 通过假黄金质押担保等方案 先后骗取横峰银行 烟台环山路支行等 15家金融机构或单位 共计253.45亿元 其中骗取金融机构贷款 247.55亿元 此外 经审计 被告单位武汉金黄等 骗取资金的主要用途或去向如下 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 174.62亿元 支付保险费 黄金租赁费等其他支出 3.22亿元 支付咨询费 顾问费及安排费 0.92亿元 贾志宏等个人账户曲线 及消费0.18亿元 支付股权投资款 36.89亿元 转上海黄金交易所 27.23亿元 向非关联方转款 3.43亿元 支付信托保障基金 0.88亿元 支付信托收益权 转让款 3.78亿元 经转款后流入金黄珠宝 及贾志宏控制或控股的企业 和个人账户 用于经营费用等支出 0.76亿元 截至2020年6月8日 共计146.2889亿元 未归还 其中造成金融机构损失 共计141.4765亿元 庭审信息表明 公诉机关依法审查查明了 武汉金黄及贾志宏等人 对16家金融机构或公司采取以假黄金质押担保等方法 先后骗取横峰银行 烟台环山路支行等共计财务253.45亿元 其中骗取金融机构贷款247.55亿元的事实 澎湃新闻统计了15家金融机构被诈骗的情况 上述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 武汉金黄诈骗最多的是横峰银行 本来横峰银行受信给武汉金黄80亿元 最终放贷65亿多 其中还给了银行一个负责人打了3000万元 但横峰银行也是抽身比较早的 在新领导上来后开始催收 庭审信息显示 2016年至2017年 横峰银行烟台环山路支行副行长张淑云 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2021年1月17日被刑拘利用职务之便 帮助武汉金黄获得贷款69.6亿元 均以假黄金质押担保 2016年初张淑云以炒股为名 向贾志宏索要3000万元 后贾志宏被捕后 张淑云在2020年11月将3000万退还给了贾志宏 张淑云在该案中以受贿罪被起诉 同样因受贿罪被起诉的 还有北方信托上海业务部业务总监 胡志军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违法发放贷款罪 2021年4月20日被刑拘 其被控收受贿赂600万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